各位Android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来继续帮你介绍Android里头的TN模式 那在这个部分,我将来拿Android的范例来做说明 在Android的框架里头所运用这个TN模式的这个情境 在谈这个TN模式,在Android里头的表现之前 我再来回头帮你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刚刚在上一个小节呢,有一个部分没有说明到的 OK 好,那我们来回头看一下 好,看一下 因为大家很容易会问到,为什么我们原来在在上的例子里头 我们并没有ishape这样的一个接口 是直接由这个Client直接调用Shape的这个Temperate的Messor 然后它再来调用它,OK 它再来调用它,因为这里头是抽象的每代码 所以它就来调用它,OK 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 在这个Client里头会用到这个Class的名称 所以会,如果说在未来这边这边会有 OK 这个时候呢,这边会写shape 会写这个,这个类的名称会出现在这个Class 也会出现在这个Class 也会到处都出现 因此呢,未来这个Class的名字就变不动了 就变不动了,OK 那就就是会让这边这边的这边的自由度 变动的自由度以后这边就不容易改变了 会被Client,绑死了 所以呢,这样子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你看,我们来看一下代码证实一下 OK 你看这一个部分在这里 这个已经跳下来了 我们看一下刚刚的部分 这个代码 在上面,在这里,你看 New Bird 这里用一个shape 所以这是一个kind 这个是一个kind 啊,kind 里头嘛 把这个shape的积累的名字写在这里 写在这里 OK 所以呢,未来这个部分呢 就会写在不同的地方 那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所以呢,就会改用 这个i shape这样的一个做法 OK 这里,就会改用这个做法 以后呢,这一个class的名字 就不会出现在这里哦 因此呢,这一个就拥有一个高度的一个未来改变的空间 好,反而是 只要这边没有改变 这边可以随意改 因此呢,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设计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你看 在这一个kind里头 只看到这个i shape这个借口 已经看不到shape了 所以呢,不会用到shape 因此呢,不会把shape那边绑死 绑死了 OK 这就是我在讲后面的时候之前呢 先帮你再做个复习 那这里呢,在android里头呢 到处可以看到tm的模式 然而tm模式大多隐藏在这一个上层的复类里头 好,所以在android的应用程序 只看到的是子类的卡榫函数 好,对,只看到的是这个卡榫函数 好,也就是说 android的应用框架里头 同时,通常呢,看不到tm模式的头 就是看不到这一个tm的函数 OK 只看到这个尾巴 叫做卡榫函数 OK 也就是说 在这一个tm模式里头呢 是有一个叫tm的函数 那来调用这个hook的函数 OK 调用hook函数 hook函数再往子类调 再往子类调用 OK 那么我们在写子类的人 只会看到hook函数 却看不到这个tm的函数 我这边指的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一个tm的模式 有这个头 有尾巴 那在写子类的人 只会看到hook函数 只看到它的尾巴 就是hook函数 OK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个android的翻例咯 在android的view体系当中 有一个polymorphic 就是可复写的 一个on-draw的函数 它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 卡榫函数 那这个hook function呢 其实就是tm的尾巴 就是这个tm模式是整个 那这个是它的头 这是它的尾巴 OK 所以这个tm模式的头 就是tm的函数 它定义在负类的view 里头呢 就是定义成左函数 OK 所以tm模式呢 总是见识为不见识 所以我们要去观察 这个view类的一个原始代码 才会看到 原来有一个左函数 在这里咯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翻例咯 这个myview是直类 这个是负类 这个是负类 那这个在view里头 有定义一个tm的函数 叫做draw 来调用 就是在这个view里头呢 这是一个view的类 view的类 里头呢 会有一个draw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来调用 on-draw 然后on-draw 再调用子类的on-draw 那这个就是直类的on-draw 这个就是这个 OK 那myview是直类 view是负类 view里头 有一个template的函数 叫做draw 它来调用on-draw 再往这边调用 OK 那这就是enjoy的 一个template semester pattern 但是一般在直类里头 看不到这一个 看不到这一个 所以你看在这直类里头呢 只看到的是hook函数 看不到template函数 OK 那这个activity就很简单了 那你自己看咯 所以我们就来 做个简单的文字说明 在这个程序执行的时候 框架呢 反向调用到 my activity on-create 然后执行到 set contentview的时候呢 它就会来调用 这个view的主要函数 它要画画图嘛 那这个主要函数呢 其实就是定义在view的 这个基类view里头 那它就是半年的 template函数的角色 接着呢 这一个template函数呢 就来调用 hook函数 叫做on-create 来调用到直类 调用到直类 那就是在这里 调用到这个直类 这个 调用到这个直类 这是从基类 调用过来的 这直类 做画图的动作 OK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 这一个 范例 在tm模式里头 好像 一只乌龟 有时候看不到它的头 它的头呢 就是template的函数 好 所以 刚刚所看到的范例 这一个乌龟的头呢 叫template函数 隐藏在view的附类里头 在应用程序 看不到它 然而 有些template的模式呢 乌龟的头会竖出来 OK 它这个附类会提供一个接口 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 tm模式的头跟尾巴 先来挤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Android的by的附类 来做例子 让你欣赏它一下 这一个tm模式 这个乌龟 看看它的长相 OK 那这个 Android的my的的附类 就定义一个template的函数 这个就是template的函数 它来调用 on-template OK 所以Android里头 有一个 这个类 叫做by的 那它定义的这一口 叫做i i-by的 OK 那这个的用意 也是为了让clime 来使用这个i-mind的这一口 而不是直接使用这个mind的类 那这样子这个类呢 就可以随时替换 譬如说 你可以把on-template的改成 叫做on-t 对不对 那你甚至把这个名字改掉 都是没有问题的 基于上市的这个bind的抽象类别 我们就可以写 我们就可以写纸类 然后 透过卡榜函数 来 衔接 OK 所以 这个就是template的 template的函数 乌龟的头 那这叫hook函数 它是调用到纸类的 所以这是一个 Android里头的by的 这个是典型的tm模式 典型的tm模式 那么它为了 让这边有更多变动的自由度 所以提供一个i-mind的这一口 让这个clime来使用 让clime来使用这个这一口 所以又保护了它的变动自由度 OK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tm模式呢 它非常的实用 我们可以发展出更多的 更复杂的应用类 表面上是复杂的 但其中的这一个 让我们觉得 其实应用程序是很简单的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 看起来 你看 表面上看起来这样是 有点复杂 其实呢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 看成是一个tm模式 这就是它给clime的这一口 你就会觉得 其实并不复杂 这边意思就是说 表面上是复杂的 但是当你能够用tm模式 去看它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觉得它是复杂的 它是简单有戏 而不是杂乱无章的 所以它展现了设计模式之美 也创造了 android的光下之美 OK OK 那我们来看一个稍微更复杂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这是activity的一个鸡类之类 那这就是buy的 这样子的 然后再透过这个service来new它 OK 来new它 OK 那这个 有点复杂咯 有点复杂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模式本身 并没有美跟不美 但是模式呢 可以让人觉得呢 这个复杂呢 并不再是复杂了 也就是说 这个像这个图呢 本质复杂不复杂 是另一回事 但是如果你会用 体验模式去看它 然后呢 它来new它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fact的模式 你能用模式来看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它是简单的 OK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复杂的 但是我们因为心中有设计模式 所以这样我们能够 有效的去降低这个 心中的复杂度 我意思就是说 啊 集一个例子 当你在还没有学习 欧基米德的几何学的时候 那么你去看 这个太阳系 它是复杂的 它是复杂的 OK 但是当人们学会的 欧基米德原理里头的 统原 你就一看到太阳系 其实就只剩下 十二个统原 好 因此呢 人们因为有了几何学 所以 它不会再觉得 太阳系是复杂的 但是太阳系的本质 就是复杂性 并没有受到影响 就是有没有 土原的概念 有没有 欧基米德的几何学的概念 它是 有跟没有 都没有改变太阳系 但是它改变了人们 对太阳系的一种看法 的一种想法 所以有的土原 人们心中会觉得 太阳系是简单的 如果人心中没有 土原 它会觉得 太阳系是复杂的 OK 好 所以呢 人们有设计模式 那我们就会觉得 Android的框架 并不复杂 同样的 如果我们没有 用模式的角度去看它 我们会觉得 Android的架构 是复杂的 OK 那我们现在 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就是在UI上面 提供的 三个button 一个button是 Play 一个button是Stop 一个button是Edit 它可以来 播放MP3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看 它的代码 看看它的代码 所以 首先 来 撰写 一个 Activity的 子类 这叫AC01 OK 所以 就要 Implement or Create 这就是 一个Custom 函数了 这已经 介绍过了 OK 介绍过了 好 那 在这里头呢 我们就是 在Service呢 来 这一个 写一个子类 写一个子类 好 那这个子类呢 来 逆入这个 MC3 Create的 Bind Create的Mind OK 那这里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有一个 I-Mind的接口 一个I-Mind的接口 OK 所以设计一个 Service的子类 然后呢 这边就是 一个Bind 然后 这是它的子类 这是子类 那这是属于 基类 所以呢 要去实现 它的 复可函数 实现它的 复可函数 OK 好 接下来 再定义一个 MyButton 这个子类 所以有很多 这一个 基类子类 所以表面上 看起来 这一个 程序是 复杂的 但是我们 只要看看 AC01里头的 Create函数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I-V-J-Code Code Transact CodeTransact 那 所以呢 这个 手呼叫的 这个Transact 函数 其实就是 Template的函数 就是定义在 这个 B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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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在这个Bind 的基类 里头 有一个 叫做 Transact 函数 那么它会来调用 On Transact 这个函数 OK 在调用这个 Ontransact 的函数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Template的Messor Pattern TemplateMessor Pattern 就是表现在这里 但是这一个Template的函数呢 它被藏在这个Mind里头 所以TemplateMessor Pattern TM模式的引导下 我们就很清晰的了解 它是什么 这边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 这个OnTransact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Hook函数 那我们会再往上去看 Bind 我们会发现 它有一个叫Transact 这样子的一个Template的函数 OK 所以 应用的这一个Design Pattern 可以让我们更具有整体观 我们看到的这一个乌龟的尾巴 会想到去寻找乌龟的头 OK 会想到寻找乌龟的头 那么你才能够解释 为什么Home Creek里头 会写这样的一个函数 OK 在这里头就是 就在这里 就说 当你了解了 这个I-Mine的这口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定义 这个I-Bind的这口 那里头一个Transact的这个函数 那这个Transact的函数 是由一个Bind的函数 是由一个Bind的函数 就是这个TN模式的一个乌龟的头 乌龟的头 OK 那这个乌龟的头呢 会来调用OnTransact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一个OnTransact 其实就是那一只乌龟的尾巴 这个叫做Hook函数 有没有 所以透过Temperate的Messor Pattern 可以让我们看到OnTransact 就想到了Transact 看到了这个Transact 就会想到 看到头呢 想到尾 所以看到Transact 就会想到OnTransact OK 那这就是使用的TemperateMessor Pattern的时候 你看到的Transact 会想到OnTransact 因为一个是乌龟的头 一个是乌龟的尾巴 那Transact就是Temperate的函数 Temperate函数 那么OnTransact就是卡榫函数 OK 那这个就是只要是在展现 心中有的头颜 去看太阳系 太阳系就简单了 心中有这一个Temperate的模式 去看这个复杂的代码 你就会觉得简单了 OK 那这里就在强调 这样子的一个意境 就是有了心中有设计模式 它就会看到的外界的世界 就会是简单的 那有没有这个模式 它并没有改变外在的世界 但是改变了人们内心的世界 所以外界是没改变的 但是我们觉得外界是变简单了 OK 我们有学了头颜的几何学 有没有学并不改变太阳系的复杂性 但是它的确改变了我们的心中 然后因为我们心中被改变了 我们有了头颜 所以我们心中看到的太阳系 就是十二个头颜 所以我们心中就会觉得太阳系是简单的 我们就不会害怕 我们就会更进一步的去喜欢它 理解它 OK 不用它 谢谢 那这个图呢 是在说明我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是在这个西班牙的巴塞隆纳的一个工作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西班牙巴塞隆纳的这个高地的建筑物咯 所以这个是欧洲的风味 这个古色古香 OK 好 那我就有空了 欢迎你到这一个我的 这个部落格 那有这个联道 这个麦可网的这个网站 那我有一个50小时的线上课程 那么欢迎你来试听 OK 那这课程呢 也蛮便宜的 50个小时呢 大概只有2000块钱 那里头呢 就讲了很多很多 这个Android的程序员如何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 那可以了解到这个Android的一个整体的架构 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课程呢 还局限在Java层 也就是应用框架层 那么我这一个50小时的课程呢 就包括有应用层 有这个ZNI 有这个系统服务层 就是C++层 有驱动层 还有在上面 还可以得到FoneGap HTML5 等等的一个完整的体系 OK 所以你听完了我这个设计招式之美之后 也希望你能够继续这个来试听看看 我这个50小时的线上课程很精彩的咯 OK 好 谢谢各位 大家怎么样 谢谢一个 本集每шие全部给你 澳大 有这个